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大市都可以說幾沒有方向 但還是受到騰訊 拖拖累 因為隔晚的時間 其實外面的科網股也有個下跌的情況 所以拖拖騰訊下去 不過呢 又這樣說回 騰訊呢 我想我都說得太多了 我自己都自問 好像經常都說這一句 說得太過分了 我看到網友都提醒我 最近你好像經常說 我也覺得是 所以之後呢 說笑一點 但不是等於我不看好 我依然看好 這個是我的看法 想買貨的 265元以下 我都會開始加注 這個是講騰訊 不過說完了 希望不要再講 說回其他板塊 其他股 大市今天都是騰訊拖下去 但你見過市場的氣氛 也不錯 甚至乎今天市場 有些異樣 什麼異樣呢 就是有些板塊 突然之間爆升了上去 我講的是一些 內房股 其實內房股 有沒有很利好的消息呢 我又不是很覺有 最多是恆大 有這個大行就看好 覺得它負債的水平 有機會會減少 不過這隻股份 一向都很惡看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都比較忠於 都是這個基本因素 我覺得它暫時很吸引 而且內地的政策方面 都真的挺壓著內房股 所以這幾天 它們的舊局 有這麼大的上升 我是很意外的 不過怎樣也好 如果假設大家要追貨的話 這一陣的時間 即是當科技股 好像有些 浮浮沉沉之下 我覺得大家可以 撐回一些落後的 重磅那幾隻 即是好像中海外 華倫之地 晚科這些 都還可以追回落後 但是整個市場的氣氛 我覺得是開始 好像有些叫做轉移 即是什麼轉移 可能以往的時間 可能查一些科技的板塊 去查一些比較舊經濟的板塊 所以在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可能像羅倫股 純粹說短線 你入波它們的反彈 甚至乎 可能因為這一堆升 導致恆資 有機會再上衝 去25,500 都不奇怪 所以先留意一些舊經濟的板塊 不過 有隻股份 我也想再輕輕講解一下 是哪一隻呢 金山元件 它的業績不差 我今天看它的業績 其實不是頑皮的 但只不過 真的是氣氛拖累 還有大家 如果對科技股有些興趣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每一天 可以幾個早起床 甚至乎開市之前 看一看NASDAQ那邊 那些中資的科技股 那個走勢 因為都是一定的參考性 但是沒有辦法 你可以說 昨天有些 而且始終市場的氣氛 都似乎有些不利 科網類的板塊 但是金山OK的 我自己都依然在25元這個位置 至於通達 今天也有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 都說 你昨天好像 止蝕了 有沒有後悔 說真的 後悔是有的 不過 因為每個人 每個投資者 自己都有一套 風險管理 以及一套的策略 我自己通常定義 就是買一隻股份 假設它跌一成以上 我都會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止蝕或者減少一半 而好像昨天的例子 跌得這麼急 不是我不看好 昨天我也說了 其實通達我看好的 我不是看好差的 但是這個是風險控制的 所以大家 當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以及部署策略 其實沒有所謂 投資市場 永遠得贏家和輸家 這是定律 但是怎樣操作法 大家也有自己的一套 心理一套的玩法 我自己可能定一成兩 又止蝕 但是有些朋友 可能定一成半 沒有所謂 但是記者 怎樣也好 假設這間公司怎樣也好 它有些比較大的調整的時間 第一 你是可以加住 有信心加上有本錢 可以加住 但是如果假設 心裏面有些 不是這樣 覺得都是要嚴守紀律的話 都是要做這些部署策略的了 這是我個人的心得和策略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怎樣也好 我想說 只要這一段時間 都開始風高浪急 還有就是外圍方面 都要留意著美股行情的變化 美股我自己覺得 認住 都開始覺得 有些人覺得偏貴 所以都要留意著那邊的市場 A股反而現在就好像定了 今天就定了 所以怎樣也好 你暫時看上去的話 都要看著25,500這個位置 下面暫時都是以25,200到這些位置 做支持為先 今天講到這麼多 因為都要準備 星期六講錯一些資料 明天這段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到我們看法了 拜拜